康熙太大 认识徐希地以后呢 不只要认识你的姐妹们 还认识姐妹们的妈 那你的姐妹里面 妈妈跟女儿像的是谁 第一名应该是马凯尤跟她妈妈 真的吗 她们两个随时好像没有人在这样拉她们脸 我真的觉得 不然说放假好不好 她们很辛苦 不要再抹起她们的脸了 谈心吗 谈心 谈什么 明星的坏话 她以前被我爸打 不是 不是 不然说 欸妈呢 妳当时是怎么逃过一切 就是因为我长大之后 她会保护我欸 真的喔 真的吗 她会保护我 对对对 好感人 没有啦 所以这个故事是可以讲的 她爸爸有一次拿那个木槿 就假装要打我 结果她才两岁多 她就跑到中间挡着说 打妹 我不行 她爸就停了 她就 她都没联络啊 她就想说我们一定会生她的气 对 她一打来就说 妳有没有生我的气 妳有没有讨厌我这样 知道自己对不起人家 她不跟人家打电话 我们就在地堡办了一个派对 然后大家就喝得有点茫了 然后我就要进厕所 就发现他们俩 他跟马凯有把厕所的门锁住 我就说你们俩在干嘛 他就说我们在糊哦 他们俩在厕所里面练拳击 然后就发生的呃 呃 欸 好痛喔 真的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想说 很怕妈妈真的走了 然后你会剩下一个人这种事情 完全没有想过 可是一想到的话就不行了 不敢想的 不敢想 我其实我心里是想说 赶快找个人嫁了嘛 对不对 演艺圈也是都 大家也是起起伏伏的 是 对不对 然后你掉下去的时候 你的心也很盪 那你起来的时候 高兴也都是百高兴 可是万一 你有在担心说 万一嫁的那个人不够好了 就交给你啊 可以养他啊 好 因为你最少的我OK啦 因为我此生大部分 会让我觉得被陷害跟那个 被出卖的就只有他 怎么可能 我最保护你了好不好 然后那天就是喝了一点酒 就整个很开心 我就开始坐在厕所的地上 然后想说有什么照片可以登 然后就看到我跟我大S 当时已经就微醺了 微醺 然后就想说要来登一个 跟酒有关的文章 然后就看到大S 有一张是我们两个 在餐厅喝完酒 然后我这样笑着靠着他 然后他这样 可是那是刻意做鬼 他是故意做鬼的 刻意做鬼 我看说大S这样真可爱 我就把他旁边写了说 最爱跟姐姐喝酒 我爱她的潇洒 爱她的才华 爱她的疯狂 爱她的无酒不欢 就PO上去了 再隔一天 那个徐妈就打电话来 说你把照片给我拿下来 语气很冷 我说为什么 她说 我说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你干嘛讲得好一副 我是要陷害闪生啊 她说你做人对吗 怎么可能是你漂亮姐姐丑 要么也是你丑姐姐漂亮 或是两个人一起丑 你这样做人对吗 然后就立刻就说 妈妈在照片车 还好啦 很多人都反映说 大S原来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而且都说你主持人啦 这就是主持人啦 为什么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黑人要求婚 然后是经纪人打电话跟我说 你知不知道黑人跟范范求婚 我说不可能 我说一定是网路在那边留言 然后她说真的啊 新闻就在播这个画面在球场 我说不可能 不 我就赶快打开电视 结果真的她跟范范求婚 然后我就一边哭 然后一边就想说 哭什么 就是很感动 想说既然真的球 可是我又很生气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你不重要啊 没有 她还很重要啊 她刚好就是我接到 然后她很在意 她有点说 你不知道当什么 我们从小到这么重要的moment 你竟然不跟我提 不过还是恭喜你啊 哈哈哈哈 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苏醒 就连吵架也很过瘾 不会冷逼 因为真爱没有输影 只有亲密 我刚刚好哭了 太感人了啊 你这样哭 我会想哭 但她怎么会突然生了 然后当时唯一在场的舅姐妹 就是吴佩慈 然后佩慈就说 对啊 她那时候就震痛的时候 我就陪在她旁边啊 然后就是一路上什么什么的 然后大姐就说 所以你有陪在她旁边吗 就是你是第一个看到婴儿的吗 她说对啊 我一直陪着她 然后我急着想说 就气 可是我其实没有麻烦你跟妮姐 是因为我知道你们两个 我们两个之间 你还开了麻烦的事 因为像大孩子 她自己有一个婴儿要顾 我知道她一定 而且我说真的看我跟她 我跟她这么好 这么亲的朋友 她生三个小孩 我跟黑人好像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徐帝帮小朋友好像换过尿布 你现在是要干嘛 好可怕 我跟她的女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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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她们的两个儿子 除了你之外 却有很多别的干妈的话 不可能 因为我一进去她们家的时候 黑人就有说干妈来了 可是她这种话不可能随便就说 谁都是干妈来了 我一定要配置进去 她还可能说干妈来了 配置是干妈 没错 她也是 为什么不是 你的小孩也是配置是干妈 没有啊 配置不是你小孩干妈 就是配置阿姨啊 你不要跟我讲 杨晴萱也是干妈 杨晴萱是干妈 不是 不会的 梁靖子也是吧 靖子不是啊 是干妈 贾永杰呢 永杰还不是 菲菲上来叫干妈 所以我有十几个人答应 你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她一叫干妈 然后几个老太婆还这样 蛤 我就会说 你叫哪一个干妈 你都说清楚 因为那个是一个秘密 所以我如果在线上就说 真的假的啦 我真的要哭了 你叫哪一个干妈 你叫哪一个干妈 我代表变性人也能成功 生孩子的一个成功案例 所以她是在我们家去咽尿 才得知自己怀孕 我们在吃火锅嘛 然后就胃好不舒服 明天已经约了要去照胃镜 然后结果西蒂就 她这个人直觉还满强的 她就说 你该不会去怀孕了吧 然后她立刻就请她的 他们家那个司机去买 驗孕棒回来 然后就没有想到就两条杠 她就出来 她说 她说 请问一下两条杠是什么意思 我说 妳怀孕了 到底是哪一件事 妳说的病情就会有点怀孕 第一句话就是 Is she healthy 就是我一直在那里 我女儿健不健康 因为那是一个本能的 那是第一个想知道的问题 最紧张的是 我记得妳有跟我讲过 妳说那时候就是 第一个也是问这个 然后结果 后来我老公就抱着我女儿说 你看 这是我们的宝贝 有大哭吧 还好耶 还好 不愧是个男人 因为她也一直跟我讲什么滑 她说我恐怕是滑胎了 我恐怕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 我怀老大的时候 然后第一次做检查 有那个抽血 然后后来那个 现在在讲自己的故事吗 对 可是 然后我就抽血 就是等 要等报告嘛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 那个医院人打电话给我说 徐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报告出来了 你的小孩可能会 就是会得到一个很 就是会是不健康的 我说真的吗 她说嗯 然后就请我再去做检查 然后我就立刻跟我姐讲 一边哭一边讲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我跟她讲完这件事之后呢 她就 她就做了一件很欠揍的事情 这件事是后来她怀孕之后 她才跟我讲的 她说 我跟她讲了这个故事之后 她就立刻跟她的那个神祷告 因为她祷告非常地灵验 是 她说她就跟那个神祷告说 拜托一定要让我妹妹生出一个 健康的孩子 是 她说如果 徐家一定也有一个不健康的孩子的话 她愿意生这个小孩 是 所以后来她怀孕的时候 一直自己吓自己 说她小孩可能不健康 我说你干嘛一直自己吓自己 你小孩就很健康啊 她在跟我讲说她许了这个愿 所以西仁当时 那个阴影一直在你心里 一直在我心里 因为我许愿通常都真的满邻的 我都是用交换的 就像我当时用吃素交换 那我妹娘的生命就成功了 然后后来我就想说 我不想到我妹妹那么悲惨 所以我就跟神交换这个条件 而且妳也把她的第一个小孩 当成是自己的小孩再担 对 但如果我老公知道 我曾经有跟神交换过这个条件 他一定会气死 他一定会恨死我妹妹 是 可是妳没有告诉你妹妹过 我没有告诉我妹妹